在高速公路比直路段上 一小轿车正以每秒32公尺速度前进 驾驶突然发现正前方租公尺处 出现一辆仅以每秒20公尺速度行驶的大卡车 立即踩刹车获得-3的加速度 假如大卡车始终维持该速度不变 则租值至少为多少公尺 两车不会相撞 那这体啊 很类似我们的范例4之前的 之前这一体 之前这体就是B车去跟A车在十字路口同时出发 然后B车是等加速 A车是等速 B去追A 那这一体我们当时说呢 因为位置出位置出起尺的起点相同 所以只要位移相同呢 就是代表了追上 而这体的话也是非常类似 只不过不一样的在于说 它们起点不同 但同样是要追上 追上就是相碰啦 就是碰撞 我们要找出不会碰撞的情况 那就是要找出会碰撞的情况 那不要符合会碰撞的条件就可以了 好所以啊 其实就很类似的 我们要把它的位移画出来 假如我们把小轿车的头叫做A点 大卡车的尾巴叫做B点 那B点的位移 就叫做A点的位移 就叫做DxB 那A点的位移呢 就叫做DxA 那这两个距离 起点距离移 我们稍微画的美观一点 起点距离移 好的 这个画出来到最后 它们相遇的情况就是 车子小轿车的头去清这个大卡车的屁股嘛 好所以 这种情况下就是叫做会相撞 猪如果加上DxB 然后如果它等于DxA 这种时候就是会相撞 那不要相撞的话那怎么办呢 猪加上DxB 和DxA的关系应该要怎么样才不会相撞呢 那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子 应该要大于DxA 这样的话就是DxA比较短嘛 然后DxB加猪会比较长 这样就不会相撞 那所以其实题目要我们求这个猪 我们只需要把DxB DxA算出来就可以了 那要怎么算呢 题目有给我们一些条件 它说啊大卡车的速度是等数的 是20 小轿车的速度是32 不过小轿车它有在减速 它的加速度是-3 出速度是32 那这里还需要用到一个概念 就是啊 就是 恰好相遇 恰好撞上 或者说恰好追上 这也还是不精准 比较精准的说法应该是恰好撞上 恰好撞上的时候呢 一定要 这样说好了 什么叫做恰好撞上 首先啊 如果 如果 苏已经等于0的时候 或者说已经追上时候 已经追上的时候 这时候如果 小轿车的速度比 卡车的速度快 那就会 一定撞嘛 如果它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最后已经追上了 要撞上去了 啊 这时候 小轿车的速度 如果还是比大卡车还快 那就一定会撞上去 那 如果是 在追上的时候 我的小轿车的速度 却已经减速到 比大卡车还慢 就是它可能 一开始是32 接下来变29 26 23 20 17 那如果已经追上的时候 我的速度已经小于20了 小于大卡车的速度 那这样就永远不会撞 对不对 因为它已经慢了啊 比大卡车还慢 那怎么可能会撞呢 那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是 什么叫做恰好撞上 那就是聪明的各位可能已经看出来 恰好撞上 就是恰好追上的时候 当我的A车速度 刚好就等于B车速度的时候 那就叫做恰好撞 比它慢 就永远不撞 比它快 就一定会撞 那恰好撞上 就是 速度一样 所以 当我的A车减速到 每秒20公尺的时候 会恰撞上 透过这个关系 这个条件 我们可以去算出 ΔxAΔxB 好 所以看我们的小客车 看A 它的磨数呢 要是20 我写错了 应该是AT而已 V0加AT 磨数是20 初速度是32 加速度呢 这里就要注意哦 前面我们说 使用那三个公式 要注意正负号 这时候就要注意 加速度的正负 所以得到结果是 T等于4秒 所以经过4秒 它可以恰撞上 那 得到4秒以后 然后我们带入第二个式子 去求出 去求出 DxA 结果就是32 乘上4 加2分之1 注意哦 这里也是一样的 我们必须要 考虑到正负号 方向性 结果是 DxA 会是32 乘以4 128 128 再去减24 所以结果是104 好 再来还需要得到DxB DxB 比较简单 因为它就是 等数运动 所以就是20乘以T 结果就是248 好 所以呢 我们的 珠 要大于 dxA 减dxB 那就会是大于104 减80 所以要大于24 公尺 这样就不会被撞了 这样就不会被撞了